大家好 今天晚上 6月11号晚 在台湾东部 台湾当局发射了爱国者防空导弹和天空三型增程防空导弹 台湾媒体报道台湾的中科院晚上 在6月11号晚间 在屏东的九鹏基地以及台东成功试射了 这种导弹 晚上8点左右台东成功阵 渔港附近响起刺耳轰鸣声 随后一枚导弹拖着长长的黑烟 飞向天际 20秒后消失在空中 第一时间位于屏东的九鹏基地也发射了一枚导弹 随后发出巨响火光照亮天空 巨响传遍了整个台东海岸 那么 据报道呢 这是 中科院试射的导弹为爱国者防空导弹和天空三型增程导弹 中科院动员了近百名专家在现场观测 同时禁止民众靠近 随后中科院证实了 在台东 发射了一枚天空二型导弹 在屏东的九鹏基地 也发射了一枚天空三型导弹 在兰宇上空成功拦截了该枚天空二型导弹 他在做这个台湾今晚试射呢是在做这个导弹的拦截实验 拦截实验的是先发射一枚导弹然后用 这个拦截弹去拦截这枚导弹 所以会传出巨响啊就被拦截成功了嘛 然后 天空 一个爆炸非常巨大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呢大家不用多想象啊 就是台湾 在做 弹道导弹拦截实验 过去中科院每年都会有一到两次导弹发射啊都是爱国者导弹和天空系列 那这一次的是天空二型 所以呢这一次 与以前相比较没有任何心意 没有任何心意 但是我想说啊 在这个时间段发射这个 天空导弹啊特别是中科院动员了几百人啊 在现场观摩 我觉得这个时间段啊 搞这种事情不简单啊 台湾当局一定是 一定是什么 得到了一些消息 关于台海的 因为啊这个大家知道什么时候试射导弹 世界上哪些地区或国家 经常在试射导弹 朝鲜呢 你看朝鲜 伊朗动不动都射一射导弹 对吧 做一做这个导弹发射 他们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显示自己的强硬 就是怕被威胁 你从这个道理上就可以看啊台湾这个晚上发射导弹 什么目的 也是一样 怕被威胁 那你从这个逻辑上推现在有人威胁他了 谁在威胁的大陆啊 那你就可以想象 想象得出 为什么这个时间段大陆威胁到他了 要武统了吗 很多人说这个大陆不会武统啊 大陆对台湾这个还是 合同为主 我觉得 现在大家可以把这个东西啊 逐渐逐渐的回归正轨了啊 大陆啊 绝对是有武统的意思 还是我之前的理论绝对是武统的意思 不管有一些人怎么吵 一定要合同 武统对中国大陆不利 但是大陆永远没有放弃武统 台湾呢 在最近这个时间段啊 这个 特别疫情期间他还在试射导弹 我觉得 首先 首先就是什么台湾肯定要知道了大陆要武统的这个信息 他在释放强硬 我试射导弹的目的就是释放强硬 国际上一般射导弹也是释放强硬 为什么释放强硬 大家你好我好咱不用释放强硬 肯定是什么 台湾受到了某些威胁 那这些威胁来自于哪啊 不能来自于美国吧 一定是来自于中国大陆 那你就大概明白了吧 大陆 台湾间谍机构在大陆的谍报网 肯定是掌握到了一些武统的信息 已经汇报给台湾当局了 所以台湾的军方也好政府也好 中科院也好都知道 武统要开始了 他一定要释放一些强硬态度 就非常明显了 就是我之前说的 这个武统啊 实际已经按部纠班在进行了 一般像困兽啊 他到最后都要 撕不两下 是不是啊 都要挣扎一下 发射个导弹看一看 发射导弹我觉得也挺好 至少大陆这回 针测他的信号已经完全知道他这个导弹型号 雷达显示的一些 信息呀或者雷达上面 显示的这个 所有的轨迹 这应该都已经 像录指纹一样都给他录下来了 所以以后他再发射什么天空导弹 大陆就知道他型号 知道他飞行轨迹 也知道他所有的参数 挺好 多发射 越发射越多 你也壮胆 大陆也知道知道你这个 相关的信息也挺好 还是那句话 不要低估了大陆武统台湾的决心 千万别抱幻想 像一帮傻瓜一样 他在跟你讲 大陆绝对不能武统 武统对大陆不利 你记住说这些话的人他永远进不了中南海的 他只能在中南海外面 转悠转悠转悠一辈子 他永远进不去 真正真正这个正邪恶的多 谁会放弃武力统一 谁傻呀 有一张牌不用他放弃 他一定会用 什么时候用 那就看自己 在美国与美国的关系 所以这个牌永远不会放弃 你记住武统啊 永远不会放弃 武统是必须要拿在手里的 这是底线 所以我说有些人 现在就告诉你啊 不会武统那些人都骗你的 那些人才是骗你的 这张牌永远大陆不会放弃 还是那句话 不会放弃 好了今天晚上就是试试一下这个天宫二 实际我看了一下参数 天宫二的这个 射程还有一些参数 并没有大陆 能威胁到大陆 其实没有能力威胁到大陆 因为什么 它还是在大气 大气层内飞行的 大气层内飞行的 基本上都能拦截 除非到大气层外 飞到大气层外 然后再返回轨道 返回地球的大气层 这种时候 弹道导弹 比较难拦截 上升段在大气层内的 都可以拦截 大陆也不用怕在这玩 行了今天晚上就看了这个新闻 我还是给大家说吧 武统台湾人已经知道了 应该得到一些消息了 应该是有计划在暗部就班在进行了 所以台湾人呢 显示下强硬 希望咱们中国吧 这个 利用 2020年的这个历史 关键时刻 历史的关键时刻 这一年我觉得 如果能统一 能统一台湾 中华民族真是离复兴了 真是值日可待 千万不要像别人讲 算计这个什么金钱的成本这些东西 那些东西不是财富 领土 才是财富 民心 才是财富 我觉得这个执政者应该想清楚这一点 那些东西 什么多少多少美元 那些东西不是财富 我觉得俄国人看的很清楚 收回克里米亚 损失金钱就损失吧 但是未来百年千年 我老百姓子孙后代 拥有了领土了 土地问题上 也不可能谈出来的 就是动物